粒 這種是屬於難得整個字都比較偏飽滿的 那你就要把整個字都壓下去寫 不要寫了一陣子儲稅糧以後再也不會壓筆了 那就完蛋了 像這個字是比較有點厚實的感覺 如果每個字長這樣 人家就不會認為它是儲稅糧 這個字就瘦的 配上剛才的粒 這兩個字配起來粒字一定很好看 因為粒是重的 字是輕的 一個重一個輕 配起來變化就好看了 所以這個字是屬於輕 但是寫的神采飛揚 鋒芒畢露 點畫筆斷一連 稍微尖一點 疑 疑是瘦印的筆畫 然後到這裡方印按下去 注意間隔距離 不要跑掉了 斜進來 有弧度有彈性 撇得很窄 齊筆 這裡又重刻過 就一次就好了 戴起來 撇靠近中間 中弓收緊 好特別的儀 撿 撿槽 向中間集中 以前的竹撿的撿都喜歡寫草布 所以很難找到有寫逐步的簡 古代的字帖裡面 幾乎找不到 一直到現代才有 好挑上去 好這邊比較舒朗 主線上寫字很多很舒朗的地方 空間的分配啊 讓他覺得整個都開闊起來了 可是又覺得不會碎掉 很多人寫了舒朗 就覺得那個字碎掉 差別在於 他的用筆叫筆斷一連 也許距離很遠 可是那個寫字的行器是 運勢 是留著 所以看起來不會斷斷碎碎的 神 按著拉過去 行書的話先寫撇 這都短短的 神只要遇到這個式部都寫短短的 理由都很簡單 旁邊的神有一個很長的一束 就是為了讓他表現 所以其他都故意縮得很短 這時候他的差距就出來了 這個有勾 有勾就要先想 清 這三個水稻是靠的比較近 水稻最後竟然黏到那個長橫了 那當然這個上面也靠的也近 這裡靠到長橫了 但是我覺得不要把它黏死 看起來就是搭到一點點 黏死還是奇怪 這個撇要直一點喔 不要以為他撇就歪的 還是往右下角歪 拉到下面記得還是勾 然後注意間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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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這裡 間隔都不能亂掉 下面會空比較長 清條 調遲 遲很能寫啊 歷史上大概沒有幾個喜歡寫遲 加點粗細 至少在這裡有中了一下 那你就不能放棄 粗到細點 粗到細點 這裡面比較巧妙的是 待會外面那個框 一般不是寫書法的人大概不會這樣想 什麼意思 一般的寫書法從這裡封 從這裡封下來 封下來 因為從哪裡封下來 看起來滋味很呆板 所以他們通常上面 留空留很大 這上面也是留空留很大 讓它包下來 所以這上面是空著的 然後在調整的 旁邊這個招啊 竟然寫這麼長 還碰到 它碰到你就要碰到喔 不要幫它改喔 不要自以為比儲協陽厲害 它碰到你故意不碰到 好 良大的 Также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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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continually